《大紀元》之前曾分析中共法院對P2P案件的大量判案訊息 而記者在進一步調查中國網泰平台數據 以及過去的十多年中相關政策宣傳後 發現中國P2P爆雷潮 並不僅是老闆騙錢走路或者監管失策的問題 網泰業的整個貪撻與當局的系統安排之間 存在了明顯的關聯 今年1月15日中共央行宣布P2P全部清零 在2020年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 幾乎是同時2021年1月13日 深圳千億P2P平台、小牛資本集團的小牛在線和小牛私募平台 被當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立案調查 事實上在去年11月 中國銀保監會就曾宣布P2P清零 不過對於無數的P2P借出人而言 當局的清零運動不僅未能保護自己的投資 反而徹底引爆了財富被清零的地雷鎮 以小牛在線為例 從2020年5月宣布良退到被深圳公安拘捕前 小牛累計兌付2.300億元 兌付比例僅為2.28% 數十萬億投資人的遇百億代收借款 劃化為泡影 中國P2P行業發展了14年 高峰時同時有5,000多家營運 連交易規模約3萬億元人民幣 究竟最終給中國民眾造成了多大損失 雖然中共並未公布詳情 但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 在去年曾透露網貸平台 還有出者人的8,000多億元 還未有回收 根據對51網貸、網貸110、網貸100等網貸門戶網站 以及中共當局發布的P2P爆雷公司名單 進行的不完全統計 自從2007年 中國內的第一家P2P平台 啪啪泰成立之後 過去14年的網貸平台 先後上線至少有14,864家 歸屬的獨立公司至少有13,378家 本部記者對各網站公布的數據整理後發現 僅被網貸門戶網站曝光的 1,855個網貸平台 參與人數就有3.44億人 代還貸額高達9,369億 這1,855個P2P平台 在網貸平台總數中佔比12.5% 由此可知 郭樹清在去年披露的網貸業 8,000億元壞帳應該是縮水數據 中國民眾被P2P吞噬的血汗錢 至少遇萬億 根據對各網貸門戶網站公布的數據 不完全統計 近1.5萬家P2P平台中 被清零前能夠正常營運和良性退出的比例 僅為7.1% 其他暴露各種問題的網貸平台 佔比超過9成 問題平台的超高比例表明 中國P2P行業整體上 並未良性發展 當局監管形同虛設 大紀元先前報導 法院案例涉中國P2P背後隱備 曾經披露 被立案的P2P平台缺失監管 而後續對中國網貸行業的進一步調查顯示出 中國P2P行業的非速發展和整體坍塌 都並非偶然 中國P2P平台昔日的串起 除了中共的宣傳和背書外 更重要的是其背後的經濟推手 或者說有劃力 根據中國銀行業公開數據 在中國P2P行業上星期 即2007年至2016年間 中國經濟中的M2 即是廣義貨幣 連平均增長率達15% 而同期銀行定期利率不到5% 這個相當於中國人手中的錢 如果存放在銀行中 每年都貶值了10% 而P2P行業提供的高回報 對於並沒有太多投資選擇的 普通中國民眾而言 無疑是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為了爭取投資 P2P平台只能提供更高的利率 這個也使得中國網貸行業的 整體經營情況更催惡化 很多平台從開始 就是借舊還新的彭氏騙局 中共雖然發起了清零P2P政治運動 但從未對如何償還出借款 造出任何表態 大紀元的多篇採訪曾報道 數以百萬計的中國P2P投資受害人 現已變成當局維穩的重點對象 中共在清零P2P的過程中 很多P2P平台被當局判定為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根據中共自己的法律 被中共先創新 再清零的中國P2P平台 從頭到尾都是被中共安排來實施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行的工具和傀儡 而受害的就是中國民眾和民間財富 香港大紀元已經開設後備頻道 請點擊旁邊香港大紀元頻道和訂閱 請支持我們傳遞真實新聞